名不正则言不顺 我们强调一下这些基本的概念 什么叫商业 商这个字 最早当然 来于商朝 甲骨经文 那个时候 商 就是人与人 人与物之间的 往来 人与人就是交流沟通 商量 凡事好商量 不是说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这个当工一定要和气生存 那商 公商觉之语 商主金 也是商人的利器 所以说这个商也从那个商 多多少少会商人 所以 你就要注意 不要太商人了 商业 企业 就是 企图 一个人 站在那 期盼 想要做一个什么事 业 就是已经完成了 这么一个 具体的事物 所以企业家 你把这个事把这个整个的 要当成你的家 那家就要有责任 一个公司的一把手 那是父母官 那底下的员工全都是你的子民 有没有这样去对待 有没有做好你的本分呢 那你做大了 做大家 那就是社会的责任感 即使你说小的老板 这个板 繁体是 门中一个品 所以你要有这个品位 你要有那个资历 这个老不是指的是年纪老 指的你的威望 所以 你一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人品好 才能当老板 才配教老板 那以前也叫东家 掌柜的 这些都是很形象 也很有文化 很通俗一斗 那都可以 那 还有就是 说 这个 价值 价格 价格 就是 围绕 价值 又根据社会的 供求关系 上下波动 而最终定下来的是 这个价格 多少 那现在不是 全都是以 供求关系 为准 根本就不管你这个东西 值多少钱 一看缺了 马上 买盐 买什么 那就不讲这种例子了 而且全部的人 心机全都用在这上面 你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从来不考虑 大发国难财 这就更不要说了 你对得起你的良心 有良心吗 没有 价值 说现在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这是东西 这是物品 才能用价值 严格定义上来说 这样才是对的 没有 我身价多少 当你说出那个价的时候 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身价 你已经是一个 不值钱的货了 第一是货 第二 你定上多少钱 就是人家出这么多钱 你就卖给他了 你想上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 很多东西是物价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搞清楚 这些东西 我们脑海里 有没有这个正观正念 所以我们下来点到 很异cul的 有点